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《缤纷娱乐》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《缤纷娱乐》现在开售。 赵丽颖付出拍摄的第一部剧就是《尤斐》,这部剧是他与王一博一起合作的一部古装剧,很多人都很期待赵丽颖跟王一博合作,这两人的组合让观众们充满了兴趣,两人都是高颜值的演员,看起来又很搭,这回合作起来一定是相当的有看点了,尤斐自从宣布了男女主演之后就一直备受观众的关注。 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网上就有路透图传出来了,在这部剧插心之后,很多观众一直都在关注这部剧的消息了,可见这部剧有灯火了,现在尤斐完全就是未播鲜火的状态了,到时候开播想必热度一定是非常高了,如今无数的观众都将尤斐列入到了接下来必追剧的清单当中,大家都在等着尤斐开播了,但是直到现在尤斐的官播还没有任何动静了,这部剧的定档时间还没有确定,可能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了。 而虽然没等到尤斐开播,但是这两天却传出了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好消息,粉丝们都开心极了,那么赵丽颖跟王一博到底是什么好消息呢? 其实这一回的好消息就是他俩都获得了精英节奖项的提名,赵丽颖这一次获得了观众喜爱的女演员提名,还有最佳女演员提名,王一博她也很厉害了,她获得了观众喜爱的男演员提名,这也是她第一次入围精英奖。 在看到赵丽颖跟王一博双双被提名的消息之后,粉丝们别体有多激动了,而现在粉丝们也都在不断的为她俩投票,因为最终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就是通过投票选出的了,票数最高的男演员将会获得这一届精英奖,观众最喜爱的男女演员奖。 而在昨晚精英奖的第二轮评选结果已经出炉了,大家有去关注结果了吗? 这次在评选的名单当中啊,王一博跟赵丽颖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了。 首先我们来说说王一博,王一博现在呢在名单当中抬到了第一位,她的票数非常高,远远超出了第二名朱一龙好多票,她的票数呢是朱一龙的三倍了,这也是很厉害了。 截止到9月17号的19点,王一博已经获得了如此高的票数,那卡莱西亚这个奖项是稳了。 今年精英奖的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很有可能就是王一博最终拿下了哦,她的粉丝如此给力,王一博这次拿到这个奖项的机会非常大。 这次要是能够获得精英奖的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,对于王一博来说那会是一个很大的鼓励,这对她的演员身份是一个很大的认可。 王一博在这几年当中啊不断的磨练演技,现在已经进步了很多,这次能够获得提名,粉丝们也都为她开心,要是最终她能够获奖呢,粉丝将会更加高兴和自豪了。 赵丽颖呢,她这次也跟王一博一样有很大的可能会最终摘取奖项,在昨晚曝光的第二轮评选当中,赵丽颖依依旧还是高票拿下了第一名,她现在获得如此高的票数,这个奖项基本是十拿九稳了。 赵丽颖看来在这一届的精英节当中啊又要将获揽不少的奖项了,正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女演员拿奖拿到手软了。 而这回呢,能够获得精英奖提名,并且还都占据了观众喜爱男女演员的榜首,可见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实力有多强,他们俩的实力跟人气都不是盖的了,能够获得这么多观众喜爱,可见他们真的是很优秀,还会被这么多的观众喜欢。 赵丽颖和王一博都是有观众们很喜欢的好演员,这回呢,不管是最终获不获奖,被提名了其实都是对他们实力的一种认可了。 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